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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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贤祖一帘 对得起祖宗 对得起我的两个爹 对得起玉平的百姓 恩怡不徒 魅贤祖自杀 谢罪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红 爹让咱来啊 给祖宗割斗 一叩首 再叩首 三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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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叩首 老爷 哥哥 不要救了 我爹已经料到了 天主 我可能活不过今天了 如果我死了 不要为我发丧 全力助王小红战胜瘟疫 才是对得起梅家的列祖列宗啊 不要给我爹发丧 玉萍的百姓要是知道我爹死了 只会增加恐惧 瘟疫面前 前国后家 一路走好 一路走好 也好 那么老媒姐有本事 就让他们对付瘟疫 还想把花音镇的人都弄得一瓶亮 好啊 最好的老媒姐都过了病都死光了我才高兴 我可不能跟着他们一块儿等死 五百万 极客队伍撤出玉萍在城外安营扎寨 就算玉萍的人都死光了 也不能让我都对我染上瘟疫 是 那老太爷和太太 我爹出不了屋 我老婆怀着儿子也不能走 那呀 留下两个班的兵力 在河乡别院的各个门口架起几枪 有人敢靠近 格杀勿论 是 只要没人靠近 他们就燃不上瘟疫 明白 爹 一时只败不算败 儿子离开玉萍几天 我就不相信 他没嫌妒能治好瘟疫 用不了几天 儿子就回来了 照顾好我儿子 等危险组织好了瘟疫 或者外边的人都死光了 我就回来了 不许哭 别忘了 每天给我爹磕头 现在就磕 爹 是 正是任命县长需要省内的公文 所以这份任命书 只能写代理县长 代理好 战胜蜀一之后 梅仙祖自当辞去代理县长之职 请您转高大帅 赶紧无策鲜亮之赛 难道你不想当县长 我不配 王小洪同志 对象 王小洪同志 这位同志们 你们怎么都来了 王小洪同志 我把根基地医疗队的同志们 全都给你带来了 交给你指挥 一定要打败这场瘟疫 政委都知道了 我刚才就在广场上 队长在 我听队长指挥 王小洪同志 你在玉平工作的时间长 情况比较熟悉 我这次来呢 主要是配合你的 是 行了 不要再推辞了 在根基地我们已经开会研究过 所有的同志都愿意在你的领导下 帮助玉平打败这场瘟疫 打败瘟疫后 可以告诉玉平百姓 你 就是红军战士 是 王小洪同志 从现在起 你代表的不是你个人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农红军 明白 经过根基地党组织研究决定 正式批准你为 中国共产党党员 请跟我在党旗下宣誓 牺牲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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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独判党 司令 就这样拱手将现场之位 让给那个门军组啊 托车用作怎么样了 反正沈存来那个刑装员已经走了 你一声令下 我们把门军组抓起来 就说他通匪一枪毙了我就忘了 那会犯众怒的 玉平的渔民都被他骗了 还真的以为他能治好瘟疫 胡扯 司令 二狗受司令抬举 当了七排排长 从来没给您建功 竟丢人现眼了 我看得出来 司令恨梅天主恨得咬牙切齿 二狗愿为司令出气 你怎么为我出气啊 可惜啊 我打小二不听我爹的话 我们梅家治病救人的手艺 我一点都没学会 要不是王小洪呢 没现场 代理的 没代理现场 你在黑龙山上把人王小洪给气走了 你可还没给人家磕头谢罪 赔礼道歉呢 得抓紧哪 我为什么要给他磕头谢罪 赔礼道歉 行 你就嘴硬吧 来 大家开会了 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准备了几百张床 但是如果疫情进一步扩大 这些还远远不够 梅家大药房的伙计虽然都有些经验 但是对付急症病人 就都得靠我们 好 下面我来分工 报复县长警察局所有兄弟愿追随县长 搞好社会者 是马荣 提拔你当的警察局长 是马资料 那你能听我的吗 梅县长 四十年前 我娘得了鼠疫 就是吃梅老太太药 治好了 第二年就生了我 没有梅家就没有我 我愿意追随县长 打败鼠疫 好 现在最需要维持秩序的 是花银阵 臣交给我了 我回来了 小苏同志 你回来得正好 你可立了大功了 要不是省城的报纸刊登了 玉萍爆发鼠疫的消息 我们的工作 不可能进展这么快 太好了 怎么样 分配工作呢吧 我 我愿意去花银阵 不 我们已经决定 由我跟小张去花银阵 不行 你是负责人 我一进城就听说了 要让花银阵的居民 都到梅家来接受治疗 这将变成重战场 所以你绝不能走 这样 让我和小张去吧 我参加革命之前 就在东北遇到过树 相信吗 我有经验 我跟小苏的意见行 王小洪同志 你还是留在玉萍吧 这里更需要你 小张 小苏 花银阵就拜托你们了 这位是玉萍的警察局长 小张小苏 是我梅家大药房请来的西医先生 他们两个负责花银阵 放心吧 县长 我一定配合好张医生 苏医生 大少奶奶 我代表全玉萍老百姓 拜托你了 你放心 我会尽力的 梅先生 我爹壳得厉害 我能把他送到这儿来吗 当然可以 不要钱 大少奶奶说了 梅界带领玉萍战胜鼠疫 分文不取 好 那我赶紧回去背我爹 好 等一等 我找两个人跟你一块回去 把老人家用过的东西 消一下毒 再给你拿些药 全家人都要吃药育法 谢谢大少奶奶 谢谢大少奶奶 我们俩去 走吧 梅大少爷 梅县长 你梅家 可是我们玉萍的擎天柱啊 梅仙祖 我多谢父老乡亲们的信任 走走走走 我跟你们俩招待的事情 都记住了吧 记着 快去吧 混搵 Saint 桑孙子 佳战 站住手 掌 走 潜 and 川用 这怎么没血啊那个 你 子弹 子弹 大哥 AB 打来祭祖上啦 这个 太好了这个 我亲娘救了我一命 小红 复活起来 狗娘子下灵了 保佑了没牵扰 牵手都打不死 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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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了 怎么把我搁这屋了 好 除了这屋 还有二年那屋没动 其他的房子院子 就连磁堂都腾给 从花印镇搬来的 属医病人了 好 王红 舅老爷 把这药给他喝下去 这是安眉老爷留下的 方子熬的药 可以保命的 舅老爷 王红 还是你喂他喝吧 我钱都还有事呢 我得去那家人家消炉去 趁热喝吧 别这样 我是和你一起给祖宗的排位磕过头 那只不过是想让美老爷安心而已 我明白 你姓痴 将来不可能留在玉品 给我们美家当媳妇 我姓王 我是一名红军战士 我是一个 为军阀任命的代理县长 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走到一起了 没纤组 知蜀义 就拜托你了 我梅仙祖从小不学武术 没读过半本医术 实在是帮不上你 那少奶奶 大少爷 那小子跑得太快了 没追上 幸亏你没追上 他手里有枪 你赤手空拳 追上了你也得吃亏啊 下次让我见着他 非把我脑里拎了 最近你在城里多转悠转悠 一旦发现坏人来玉品捣乱 及时告诉我 好 去吧 那大人我走了 去吧 宣主 我说这经锁 是你的命 现在 你明白了吧 因为这是你亲爹 亲娘 留给你的 唯一一件东西 以后 好好待着 我一枪 正中他的西红口上 司令 这些日子我枪发可没白练 该死他了 死了 肯定死了 那你怎么才又回来啊 我是躲过追兵 才回来耽搁了一会儿 笨蛋废物 没仙祖根本就没死 不能啊 你他娘的才回来 报信他早到了 这些好了 城里的渔民们更信他了 蜀疫 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烈性传染病 第一次蜀疫大流行 在公元六世纪 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蜀疫流行 是在十四世纪 造成了欧洲近一半人口死亡的黑死病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 多集亚洲 欧洲 美洲和非洲等六十多个国家的蜀疫大流行 死亡人数达千万以上 在这次对蜀疫的决战中 来自根据地的医疗对战时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 同志们心里都清楚 他们的真实身份是不能暴露的 王小红全面负责蜀 在这些人的医疑控制和治疗工作 很多患上鼠疫的孩子们都很喜欢她 有时候 会亲切地叫她 红妈妈 梅仙祖兑现了她的承诺 把梅家所有的房子院子全都藤了出来 在那些日日夜夜里 她一直与王小红并肩作战 在梅仙祖心里 王小红早已成了梅家的一员 她的亲人 梅仙祖有时候会想 是红娘子显灵把王小红送到她面前 替她替梅家的列祖列宗来打败蜀疫的 王小红也慢慢觉得 现在的代理县长梅仙祖 已经与当初的那个梅大少爷判若两人了 王小红也慢慢觉得 好像是控制中了 尤其是花银阵 最为明显 昨天的死亡人数已经下降为五个人了 玉平城里的死亡人数为三人 还都是年老体重的 娘子 这王小红还有点本事啊 也不知道她从哪儿弄来十几个帮事 个个都是好医生 还能从哪儿 赤匪队伍里的军医 超不了 司令啊 咱们得有所动作呀 以前还真没看出来 梅仙祖这小子虽然不学无术 但是文章写得不错 他每天都给盛腾写份报告 向大帅汇报疫情的控制情话 照这样下去 咱们可都回不了预论 哪里有什么疫情 明明是吃肥下毒 告诉先生头到山里抓几个人来 让他们承认 他们就是下屠子吃肥 千字还牙 是 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小张跟小苏在花银阵 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昨天 花银阵的死亡人数 下降至五人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也许是十天 甚至是几天后 我们将彻底地打败鼠疫 打败鼠疫 三块 打败鼠疫 打败鼠疫啊 大少奶奶王医生 这两个病人死得少了 鼠疫也治得差不多了 有句话我这当舅老爷子 我可不能不问问你啊 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你忙你也得听我说呀 我是舅老爷 没家现在没什么长辈了 就剩我了 你跟贤祖的事 我得给你们俩做主啊 我跟梅贤祖有什么事 需要你做主的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这都半个多月了 你们俩谁都不理谁啊 我为什么要理他 那天在黑龙山上 你不是一直在门口偷听吗 王小虎 王小虎 你这么聪明一个人 你动脑子想想啊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梅贤祖子 他说的就全都是假话 没一句真的 他就是觉得吧 他觉得他配不上 把这个赶紧发到商场 这上面有几种药 玉瓶急需 请刑专员帮忙解决 费用由我梅贾祖 半个月了 已经有一千多人到梅贾求诊 整个玉瓶的人 都领到了预防汤药 这得花多少钱呢 你们老祖宗 是留下了金山银山哪 还是怎么的 不管老祖宗留下的田产 全都给变卖了 梅县长异性为功 佩服佩服 是我媳妇王小红 当着玉瓶百姓的面许下了诺言 我们梅家又岂能言而无心 快去吧 好 你怎么啦 有事儿 林仙祖 你就是个骗子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玉瓶的鼠疫已经得到控制了 好 快坐 快坐 同志们 你们看 这是我从省城搞来的情报 马荣宣称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 说玉瓶所谓的传染病 根本不是鼠疫 是我们投的毒 让开 这个马荣太可恶了 司令 大帅已经亲笔回信了 快快快 怎么说 大帅说 赤匪猛于瘟疫 命令司令 一旦发现潜入玉瓶的赤匪 彻底剿灭 老爷 你这怎么样 只死了两个 大多数重病人 已经不再可血了 都回了家了 玉瓶呢 玉瓶 就死了个老头 摊在床上半年多了 就算不得鼠疫 也得死啊 哪里有鼠疫 杯子该死 你说这些赤匪也太可恶了 连这种老人家都不肯放过 这他们也太残 先不着急动手 再等两天 但是也不能等到 让那些赤匪跑喽 增加兵力 加强玉瓶 各个城门的防守 比王晓峰的那些赤匪同党 一个都别想偷出玉瓶 你都没了 大少爷 大少爷 怎么了 大少爷县长 马荣的兵我回来了 回来了 但是没进城 在各个门口都设了关卡 出门的人全都要检查 大少爷 大少爷 不会是被王晓峰来的吧 没那么简单 马荣要想收拾我和王晓峰 根本不需要什么证人证物 从我在马荣手里抢走县长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 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大少爷 大少爷 那史诚信刑那大官又来了 行专员 雷先生 你要的药品我亲自给你送来了 太好了 多谢行专员 你们俩赶紧携车 把所有药品送到大少奶奶那儿去 是 请 雷先生 恐怕是我把你给害了 何出此言 现在省城的人都在议论 说玉萍根本没有属意 所有的传染病和死那么多人 都是因为赤肥头的毒 我四处磕头作矣 连大摔哪儿我都去了三次 都没有给玉萍的百姓们要来赈载款 那四十 您千万不要自操 那天 我们梅家已经许下诺业 愿意为玉萍战胜树叶 倾尽家财 再说 我还有我二娘的支持 花音镇柳家 以前是玉萍的第一副物 梅前长 你就别再糊弄我了 那么多病人需要免费治疗 得需要多少钱哪 我都听说了 你把祖宗留下的田产都给变卖了 千斤三斤万福来 不准一提 好 梅前长 我佩服你 但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告诉你 玉萍的灾难是赤肥头毒 这在省城已基本成了定论 大帅给马荣的指示是 赤肥猛于瘟疫 一旦有赤肥潜入玉萍 彻底救命 我担心的是 马荣很快 就会进城转人 是啊 对了 对了 这是大帅给二太太御方女士的信 大帅听说他心脏不好 希望他能去省城治疗 我会转交的 梅前长 以兄弟之见 首先要自保 以梅家在玉萍的声望 又跟白大帅有亲戚关系 马荣在抓赤肥的时候 如果你装作完全不知情 他应该没办法难为你 都听到了 放心 我会想办法送你们出城 我不走 我要把真相 告诉玉萍所有的百姓 有意义吗 我不能让马荣 编造谣言诬蔑我们红军 马荣就是个畜生 你跟他讲理 他会拿子弹对付你 生命与信仰比起来 不值一提 王小红 我已经想好了 今天我就放出方去 说玉萍的鼠疫又厉害了 一天就死了二十多颗 守城的兵肯定会晃 然后 我让舅老爷到黑龙山送信 让六当家子 带着兄弟们 打着黑木交的旗号 偷袭马荣的军营 马荣肯定得杀眼撤回守城的兵 你们趁机出城 安然无恙地回到根据厅 王小红 你不能光想着自己 你还有十几个同志呢 那好 就按你说的办 今天就送他们出城 我留下 你留下等死啊 我是梅家大少奶奶 马荣连数亿都能说成是红军投毒 你梅家大少奶奶的身份救不了你 好 就让马荣枪毙我 我会在法场上告诉所有人 我王小红 是一名红军战士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公盟红军战士 你不要听听 郑老爷 你先上黑龙山 再去花印镇 告诉张医生和苏医生 今天晚上撤离 你放心吧 同志们 我决定 今天晚上 集体撤离玉萍 反动军阀制造谣言 可能很快就要进城抓人了 赶快去准备吧 王小红同志 你呢 有梅家大少奶奶的身份做掩护 我是安全的 我会尽快回到革命队伍中去 请队长放心 好 快快快快快快 快吧 把熊老爸那兄弟给叫出来 让他马上给马荣写飞鸽传书 就说咱大哥黑木椒 今天晚上就要偷袭那马荣的兵营 出什么事了 没嫌妒最需要给马荣使什么烧 就是啊 这么多日子没有大当家的消息了 预批现成怎么样 属于制作上吗 行行行 先办我说的这正事啊 快快啊 余平成好围啊 华银镇已经围过一回 围这两个赤匪赛 派那么多人去 岂不是让人笑话 这儿搞啊 你带上人 去华银镇 把那两个医生给我抓来 用言行让他们招供 我敢保证 他们是王小红的同胆 是 对啊 情况不太好啊 梅仙祖送来的文书说 今天城里又死了二十多个 发生人这病又厉害了 报告 司令 不敦过 飞蛤到了 熊老八兄弟来信说 黑木椒今天也要来偷袭咱们军营 这儿 这儿 这是跟我使计策呀 本来梅仙祖跟黑木椒确实是有 这边说 刚刚又死了二十多 那边又说 晚上来偷袭我的兵营 为什么不早不晚都是今天 因为今天 省城的刑专员要到玉平了 司令 这兄弟愚钝 没太听懂 什么意思啊 梅仙祖什么时候读了兵书了 他指定是知道了 省城大帅的皮肤 想趁今天晚上把玉平的赤匪都送出去 古大帽 天河以后加强戒备 连鸟儿都不许飞出去 去 同志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有把握吗 放心吧 今天晚上 本县长亲自护送 绝不让马荣 上到大伙一根汗毛 他们是玉平的恩人 还有 我已经让舅老爷去华音镇 通知张医生和苏医生了 你想得珍珠的 梅仙长 馅儿狗把张医生和苏医生 从化验镇给抓走了 为什么 说是马思令的命令 我也不敢多问 坏了 马荣提前动手了 我去找马荣药人 要去也得我去 好 我跟你一块儿去 小张和小苏是我请来的医生 等一等 让我静一下 局长 今天是要把治愈的居民送回花荣镇吗 是啊 多少人 373人 好 你到太阳房门口等我 好的 我们的计划在提前 现在就要送他们出去 你的意思是 让同志们化妆着花荣镇的居民 对 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委屈他们了 好 我这就去通知 你送他们出城 我去找马荣药人 你先走了 一切都拜托你了 放心 这是我重新做的名册 加上他们 现在总共三百八十四人 放亲们大伤奶奶 我一定把人带出城了 欢迎认识百姓们 快 跟我出手 等等 梅大少奶奶 你真是红娘子转世 花荣镇 要不是你 早被那些妖魔鬼怪给吞了 你救了我 你救了全镇的老百姓 梅先生夫人 我在花荣镇宫署当差 我代表花荣镇的所有百姓 给您鞠躬了 快 快请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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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 处长 快请起来 快请起来 快快请起来 快请起来 现在医生们都走了 但是还有些病人没有痊愈 就全靠大火了 如果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或者需要打针输液的 就叫我 放冲大少奶奶 都去忙吧 大少奶奶 有个外国人要见你 外国人